欢迎收听凡人修天传第1528回 韩丽听完了莫简离的话之后点了点头 他单手一掐绝 提表顿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腾空而起 盘旋过后向某个认定的方向击舍而去 莫简离则是肩头一晃 也驾驭顿光紧随而去 二者一前一后在破空声当中 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 没过多久 二者就来到了灵王所在的圣山附近 并毫不犹豫地直奔山顶处击舍而去 前方虚空一声万响 默然一层层进至波动一放而起 无颜六色的霞光滚滚而来之后 一下子就挡在了二人的契路上 韩力眉头一皱 袖中的手指一动 就要不客气地详形破掉这些禁止 霞光中却忽然一个男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拜见两位前辈 凌王大人早有吩咐接见两位 晚辈专门来此带路 还刚落 霞光一分 一名光头男子从中一闪而现 并冲着韩力二人恭敬的身诗一礼 正是那叫林隐的灵足圣灵 哦 是你 那好 就请投钱带路吧 韩力双目一眯 毫不犹豫地吩咐一声 前辈请 林隐略意攻身 就转身在前边引路 他所过之处 所有静止纷纷消退让开了 韩力和莫简离不客气地跟了过去 一盏茶的功夫 韩力二人就被带到了当初的那座殿堂当中 二人一走入殿门 立刻就看到了另外两道熟悉的身影 居然黑莲二人正蹲坐在大殿一侧的两把椅子上 这两人呢 正在低声交谈着什么 一见到韩力二人进来 当即口中声音一顿 目光双的一下子就扫了过来 莫简离的瞳孔不禁一缩 但马上打了一个哈欠大叫了起来 哎呀 哎呀 原以为我二人已经来得不慢了 没想到啊 灵血兄黑兄 那还是要吃了许多呀 啊 不知道二位道友已经来了多久了 莫非说已经和灵兄先交易好了吗 哎 莫道友可不要误会了 我二人也不过只是比二位早来的片刻而已 和灵兄根本还未曾见过 居然脸色微微一变 在目光再接触旁边的韩力之后 心中又不禁一脸 当即 挤出了一丝笑容 解释了两句 哦 这么说 我二人来得还不算晚呀 但不知灵王兄何时可以出来见我们呢 莫简离一听这话心中一松 面带笑容的又问道 应该 应该快了吧 刚才听他们说 灵王这几天呢 正在闭关 出关呢 颇要当刻一点时间的 居然皮笑肉不笑 啊 原来如此 那老夫这就放心咯 莫简离笑了一声 招呼韩力 然后 就在大殿另一侧坐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韩力自然说一言没发 但是 脸上可却始终带着 似笑非笑的神色 以他的心智 则一眼 就看出了血缘两人 对自己的忌惮之意 看来 数日前呢 在小修罗界的那场大战 自己给这两个人呢 留下的震设还真是不小 对了 二位道友听了车气子巢穴 可有找到这头凶兽吗 韩力转动了一下眼珠 向对面两个人问了一句 啊 剑是见到了 但是这车气子啊 脚踝一长 只交手了一次 就抛弃了巢穴 远远的顿走了 可惜我们在小修罗界 没有办法滞留太久 否则任凭此受凶悍 也决然逃出我兄弟之手啊 居然眉头一皱回了一句 话语里边明显大为遗憾 那还真是可惜了 韩力黑黑一笑 也不知是否真性刚才之言 居然 目光一闪 正想也寻问韩力一些事情的时候 店门外忽然传来了一个 欣喜至极的苍老的声音 哈哈哈哈 几位道友 总算安然的返回了 本王可是苦苦的等候多时咯 脚步一响 白袍老者的身影 当即在门外一闪而现 大步的向几个人走了过来 李王轩 你总算是出来了 你要的修罗朱金河呀 我等可是已经按约拿到手了 黑林一见到白袍老者大喜过望 一下子站起身来 想先说道 哦 是吗 那可否先让老夫检查一下啊 灵王脸上也是喜色一闪而现 他连忙说道 哎 这个自然呐 吹灵哈哈哈哈大笑 手腕一抖 就将一只绿色的圆环一甩而出 竟丝毫迟疑都没有 决见灵王单手西藏一撞 就把这圆环一把捞住了 盖子打开之后 神灵王其中一扫而过 不错 不错 的确是成年秀罗朱的金河里面硬含的时间之力不少 应该足够提炼出一丝光阴之力了呀 没过多久 白袍老者就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的说道 那在下想要的 这个时候 黑林反而有几分紧张的问道 哈哈哈哈 放心 放心 黑道友 那 切好了 白袍老者笑了一下 将手中的圆环一收之后 一条袖子冲着黑林一抖而去 一直贴了数张符绿的玉盒一飞而出 黑林一剑呢 大喜过望 一张口一道黑光积射而出 把这玉盒一卷其中 一个盘旋过后 飞射而回 旁边的血染 双目则紧紧的盯着墨简黎和寒利不放 一副有一些紧张的模样 墨简黎一剑神色微重 盯着玉盒的目光火热异常啊 寒利呢 只是淡淡的看着 并没有丝毫一色显露出来 血染 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黑林呢 已经把玉盒射到了手中 将符绿和盖子一打而开 里面雷鸣之声大响 一块半尺长的金银的玉盘 从中一飞而冲 只见此玉盘 表面电弧缭绕 无数的金纹若隐若现 风体都散发着惊人至极的雷电之力 啊 这 这就是三清雷消符 黑林脸上难言狂喜啊 灵兄啊 在下也举来了三颗修罗珠的金盒 是否也看上一看呢 这一次呢 墨简黎还没有等血连说话 就抢先一步开口了 血连维言脸碎一沉 也想开口说些什么 可就在这个时候 白袍老者却一白手 嘿嘿嘿嘿嘿 几位放心 放心 在下手中的雷消符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兑换 诸位手中的金盒 不要担心 若是这样 那 默默可就放心了 墨简黎打了个哈铁 单手一扬 仍然将一个翠绿木匣先一步 抛了过去 虽然一见老哼一声不甘示弱 也将一枚楚琢拿了出来 同样飞快的一人而出 只有寒历 还是稳稳的坐在那 似乎真的不担心的雷消符 万一不够的情景出现呢 白袍老者 深深的望了寒历一眼 他袖子一抖 将绪然和墨简黎的金盒一收而下 略检查过后 将另外两只贴着符合的玉盒一扇而出 墨简黎和绪然呢 均都是精神一震 将飞来之物都一扎动手 取下了符合打开了盖子 难掩兴奋至极的表情啊 喊道哟 怎么 难道你不想换起雷消符 还是说这一次空手而归的呀 啊 呵呵呵 灵王眨不眨眨眼睛 将杭力含笑问了一句 空手自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嘛 在下倒是想先问一下 灵兄的手中还剩几张雷消符了呀 杭力威威一笑 不动声色的反问了一句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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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有 难道这次得到很多的 修罗州的金河了吗 白袍老者的脸色 这个时候可终于有些异样了 杭力呢 只是黑黑一笑 并没有过多的做什么解释 虽然墨简黎等人见此 反而不禁流露出了一些异样之色 要知道当初他们一干人等 从修罗州那儿得到的金河 明明刚好各自三颗 怎么现在 怎么现在听杭力的口气 后来有一些在手呢 白袍老者看到杭力的这般模样 沉淹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重新舒展开了眉毛 说道 不瞒道友 这三清雷霄服 也算是我们灵族的镇服之宝了 在下手中也没有太多 除了说换给谢兄三人的之外 却只剩下两枚了 道友若真的有这么多修罗州金河 请可以钱都换走的 好 那韩某就再换起两枚吧 韩律伤目一眯 口中毫不犹豫 接着只见韩律手掌一番 灵光一闪过后 出现了一只玉盒 和一口持许长的金银的小剑 他手腕一抖 二物就化为了两团白光 一飞而出 白袍老者下意识的一台手 就把这两物一把捞住 他没有急的打开玉盒 却先好奇的向金剑上一扫而去 这是 仅仅片刻 灵王的轻移出口 他望向金剑的目光 一下子有些恍然了 呵呵呵 倒要看出来了 这口飞剑嘛 是我夺子小修罗界中 一名强敌手中的 所用材料正是那修罗州金河 并且足有三四枚之多 原本共有五口 三四口呢都在激战当中破碎掉的 只剩下这一柄 还算完整的 杭力说起来是不慌不忙 一听这个话 歇然等人也有几封恍然了起来 这口飞剑啊 正是异性老者 用来催动时间之力的 五口金剑当中的一口 当时其中四口 虽然说被杭力当场毁掉 但是最后这一口却失控的坠落地面 却被杭力后来呢 悄悄地收了起来 看异性老者和修罗州打的那般火热的模样 能弄到如此多金河来炼制飞剑 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不过 直接用金河来炼制飞剑 这还真是一种奇妙至极的想法 至于杭力抛出的玉盒当中 放的自然是其他三枚修罗州金河呢 白袍老者一一检查无误过后 脸上喜色尽显了 痛快至极的将另外两枚雷霄服 拿了出来并且交给了杭力 对于他来说 能提炼出光阴之丝自然越多越好 当然了 关于美人另外三件宝物的承诺 凌王也没有悔诺之意 其境真带着一干人等 去了地下一处藏宝室当中 让韩丽等人呢 随意的挑选一番 如此一来 这一次灵足之行 中人真落了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几个人得偿所愿之后 没有再次过多停留 纷纷向凌王告辞 白袍老者刻起了两极过后 也没有过多的挽留 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拨 先后飞出了凌足圣山 韩丽和墨简离离开之后 直奔银月等所在的墨陵圣州 停留处而去 半日光景过后 二人就在一座隐秘的山谷当中 一落而下 银叶 诸果尔 花石老族等人呢 一见韩丽二人自然大喜至极 没过多久 山谷中嗡鸣之声一响 漆黑如墨的非洲 顿时从中一飞而出 直问人族方向 飞逝而回呢 距州底层的一间密室当中 韩丽盘膝坐在中心处 当在其身前处有几样东西静静的悬浮不动着 一盏古灯 两块闪动无数电弧的玉牌 一个五色圆珠 以及一个乳白色的小瓶 这些东西自然就是他自行的全部所得 不可谓收获不小啊 韩丽看了这几样东西一会儿过后 忽然呢 眉梳一条 一根手指冲一块玉牌上一点 哼啦一声 玉牌表面无数的金纹涌现而出 同时啊 一道电弧从上面一闪而出 正好积在了指尖处 一下子化为了无数电丝 弹射而开 他只觉得手指呢 微微一芒 整根手掌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同时呢 表面呈现出了微微的焦黑 韩丽心中一领 体内的真元之力猛然一提 滚滚法力往手上一拥而去 这原本有些麻木的手掌 一下子恢复如常 同时呢 表面焦黑一退 变得金光灿灿了起来 不愧为传闻中的仙佳秘书啊 希望对抵挡天结真的能够有些用处 韩丽滴雨了一声 可脸上就流露出了满意之色 这才手掌一个翻转 取出了两支玉盒 将两枚玉牌呢 重新收紧了其中 并一闪不见了踪迹 接着 他抬头看了下身前后 然后 单手冲了盏古灯水虚空一招 呼的一声 这件宝物一个晃动过后 就凭空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中 韩丽商墨一觅 仔细的打亮起古灯来 这件这件宝物 既然可以召唤出 和木兰圣秦相似的孔雀化身出来 多半的是有些来历的 再想一想 那异性老者身为五光族之人 本体呢 也是孔雀之身 和磁宝幻化的孔雀间的关系 可就越发的耐人行为了 不过这件古灯 除了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灵纹之外 所用的材料呢 也极其的罕见 以行力见识之广 也没有办法全部认得出来 心知道的几种材料 也都是真稀异常 连他也二暗的吃惊不已啊 杭勒心中思量了一会儿 似乎有了决定 干手一掐绝梅雨之间的灵魂一闪 一根精丝 激势而出 一下子没入到古灯当中 不见了踪影 他双目却徐徐的闭上了 行就此呢 开始参悟这件宝物的玄机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足足一日一夜过后 那根精丝才一颤之相 猛然一颤而回 同时啊 寒厉神色一动 面露一丝喜色 睁开了双目 元魂灯 原来瓷宝叫这个名字 实在是太妙了 怪不得能从瓷宝召唤出同样的孔雀灵魂 原来根本是其一丝精魂所化而成啊 行历大起过望 这件所谓的云魂灯啊 根本就是一件 用来可以承放壮大分魂的奇宝 别的一些法器宝物 虽然说呢 也可以寄放一缕精魂分裂 可这时间一长 离开盆体太久的话 这一缕分魂 除非说彻底转化为独立存在 否则的话 那是避免不了衰弱溃散的下场的 而有了这云魂灯的话 将一缕分魂放入里边 不但说没有此一物 反而在此宝自刃下 会一点一点的壮大起来的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千传 第1529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